哈喽小伙伴们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编织一条手链 具体我们需要用到的材料有 一个固定五号线用的模板 还有两个夹子 一把剪刀用来修剪线头的 这一根五号线呢大约有手腕这么长 手腕这么长 另外一根五号线呢 它的长度是这根线的三倍 三倍比它大三倍也就是四倍吧 首先我们要把主线 就是环绕在手腕上的线呢 用一根夹子把它固定在模具的一端 固定好了以后呢 我们再用夹子固定好另外一端 完成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开始编制了 同样的方法啊 我们呢 先把这根长长的五号线呢 把它平均分成两段 然后呢 在中间打一个结 打结打好了以后呢 我们在中间 系紧啊 打结系紧 记紧以后呢 大家看 我左手边一根线 右手边一根线 我们开始的步骤呢 是左右不分啊 我呢 先用右边 右手边的这根线来 横过中间的这一条线 反回去 绕一个圈 再把左手边的线 用同样的方法 把它打一个环 打一个结 给它拉紧 小伙伴们一定要记住 这一定要拉紧啊 这样我们编制出来的手里呢 才不会有空隙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再把右手边的线呢 打一个结 拉紧 左手 按 住ERO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本集完 本集完 我们最长的这根线已经编织会差不多了 接下来呢我们应该把它打个结啊 大家看怎么打结呢 最后剩着一段线我们把它打一个活结 活结 打好结之后呢我们的手链就算编织完成了 接下来呢小伙伴们可以取下夹子 然后把这根手链弯一下 让它形成一个优美的弧度 这样呢我们就可以搭在手上了 我们做好的手链就是这样 小伙伴们喜欢吗 快来跟我一起学习编制熟练吧 我期待你们的到来呢 はい 小伙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伙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